中國片面改變了這一個503的這個韓線 不僅破壞了我們2015年以來 達成的關於韓線的共識 而且也造成了這個區域不穩定的狀況 我們在這裡予以嚴重的譴責 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收回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也在這裡希望大家都能夠來遵守 這個區域和平所應該扮演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也請交通部民航局就可能造成的這個影響 以及未來應變的措施做更審慎的這個盤點 那再等一下民航局也會對外界來加以說明 我們再一次的來說 這個中國片面的改變503航道 特別是R123叫自東向西 自西向東飛行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實際上是一個破壞我們2015年協定的這個做法 我們在這裡予以譴責之外 也希望它能夠收回這樣的一個作為 設計